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表态 支持尽早通过欧盟和我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总理李显龙今天在荷兰海牙 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 对此向德国表达了协议 两国领袖是在海牙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 李显龙总理和默克尔在会面中谈及了多项议题 包括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稳定局势所面临的挑战 针对乌克兰局势 李总理重申五国反对任何无端侵略其他主权国家的立场 他同时也接受了默克尔的邀请 明年前往德国以出席新德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